Hello大家好,我是今天的说课老师八文超 我主要讲的是基础VI摄影像 那么在上一节课呢,我们一起学习了色彩的三大基本要素 包括明度、色相和饱和度 明度呢,是指一个色彩的明暗程度 那么色相呢,是我们直观的看到颜色本身所呈现的一种色彩 那么饱和度呢,是指图片的鲜艳和暗淡的一个程度 那么这一课呢,我们来一起学习一下色彩与心理暗示 其中这个冷色系 看看冷色系都包含哪些颜色 首先呢,我们一起打个illustrator的软件 色彩与心理暗示,冷色系 然后我们在这儿呢,能看见有这样的一个色环 然后他也在说了,有一个介绍 色相大体上可以分为暖色系和冷色系两大色系 那么既然有这个冷暖的以后呢,还有一些颜色呢 它是既不属于冷色也不属于暖色 那么他们称之为中间色 紫色系和绿色,其色彩成为中间色 那么有的同学会说了,我在这个查询百度的时候会发现 有人说这个绿色,争议比较大的这个绿色 是被归类于这个冷色系中的 当然这个问题,争议确实很大 有的人说它属于中性色 有的人说它属于这个冷色系 那么今天在这里呢,老师对大家说一下 它确实是属于中间色 然后中间色呢,基本上不能单独营造这个冷暖的印象 也就是说,它在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境下 说的直白一点,它就属于墙头草 如果你对这个绿色呢,穿入了大量 就是说它不是纯色,绿色不是纯色 在这个数值里不是这个J的数值 不是为这个255的时候呢 那么它偏向于这个蓝色 蓝色参到它的颜色里越多 那么它归属于冷暖色系 但是黄色呢,参到它这个里边的颜色越多呢 那么它就属于暖色系 它基本就属于墙头草 哪边多,哪边实力强 那么我就属于那边 而且它它的一个单独的一个颜色出现的时候呢 我们并不能判断它是冷色还是暖色 它取决于它冷暖的颜色呢 是冷色系还是暖色系呢 完全根据它在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环境里 它在作为一个什么样的颜色区被使用 同学没有记住这点 然后在这里呢也有一点暖色系的一点简单的介绍 暖色系体现,活跃,兴奋等动感印象 冷色系呢,这些是冷色系 稳重安逸等静谈的一些印象 那么以这个黄色系,橙色系,红色 这个围中心的橙色红色色彩常常被用作光的代用色 一些亮一些暖的比较一些 那么以这个蓝色绿色紫色呢 常常被作为阴影的代用色 然后我们在这个色盘也可以看得出 它都从这个红色延伸到这个黄色暖色明亮的 那么从这个蓝色呢 到这个藏蓝色甚至说紫色偏紫色 那么它都属于冷色用作阴影 很动感表现出很动感的一种色彩 最常见的我们说那个连通的移动的这个动感地带 或者是像连通的这个标志 它那广盘的背景色都是用橙色对不对 突出这个年轻时尚有活力 而我们看到一些家电或者说一些科技呢 它都喜欢用这种蓝色看上去比较稳重 比较踏实 不是那么跳跃 冷色调与暖色调是指颜色的冷暖属性 根据颜色对人心理的影响 颜色分为冷暖两类色调 这个前面已经讲过了红黄为主的色彩称为暖色调 把这个蓝绿为主的称之为冷色调 它也是相对的去说的 并不是说这个绿色就完全属于这个冷色调 我们要记住 一般来说冷色调的颜色 包括黑灰茄子蓝深褐色墨绿紫等 在视觉上有收缩的作用 确实如此 如果说是 举个例子 你穿丝袜 黑色的丝袜 看上去会有收缩的作用 腿会看上去很细 很修长 那么如果你换 换了时候你穿白色的丝袜 你再去对比一下 一样粗细的腿 你看上去白色就是属于放射 放大的一个作用 看上去会比黑色的要粗 这个是视觉上的一个反应 颜色是肉眼对光波频率的一种反应 一般来说人肉眼可以对波长 700到400纳米的光产生反应 一次是红橙黄绿 青蓝紫七色光 从绿色波长 以下的光都被称为冷色 那老师在这里给大家补充一个指示点 因为老师原来接触过这个东西 现在很流行的一个物件 叫做水草缸 水草缸都知道 一些水草为了在水下能生长 存活 那么上面都会放上一种灯 普通的灯呢 都知道这个T5或者说你这个T4管 都是这个 红光波长长 都知道红光的波长是最长的 但是它虽然波长长 但它穿透力不行 所以他们引进了一个 以这个蓝光为主的这个金鲁灯 鲁素灯 那么蓝光波长虽然短 它不是紫光灯啊 蓝色灯 虽然短 但它穿透力强 但是同时呢 它也被称作为这个冷色冷光 色彩的冷暖感觉 是人们在长期生活时间中联想而成的 红橙黄 使人联想起东方续日和燃烧的火焰 因此有温暖的感觉 所以称之为暖色 蓝色呢 常使人联想天空的蓝色 隐影处的冰雪 因此有寒冷的感觉 所以称之为冷色 也就是说冷暖 嗯 都是人们通过你这个生活时间中联想而成的 我们看到什么 感受什么 真真真切切的去感受 火焰呢 肯定去很温暖 我们参加这篝火晚会的时候 一堆人围着这个火堆 会感觉 嗯 红红的这个 是吧 点起来以后 很暖 是你真实能感受到的一种感觉 所以你对这种色彩呢 有了一个 嗯 更深刻的认识 感官上的一个认识 嗯 绿紫色给人的感觉不冷也不暖 物称之为中性色 色彩冷暖是相对的 记住这句话 色彩的冷暖是相对的 没有一个绝对的成分 在同类色彩中 寒暖液成分 过多的较暖 反之较冷 就是老师之前所说的 我看这个颜色 它在其他颜色中的一个占比 然后下面我也 我们也会看到这个 从这个绿色慢慢过渡到这个紫色 嗯 一个颜色 那你紫色慢慢来再往这边来 延伸过来就是红色 绿色呢 再往上面走就是黄色 它也是看你蓝色占取的 这部分成分的多少 如果偏蓝色呢 那么绿色也就是属于冷色 然后我们分别来说一下 就是冷色系包含的这三个颜色 绿色呢 它在这里写了 是一个合成色 绿色呢 是一种非常务实的颜色 它可以象征新的开始和生长和成长 它也意味着新生和富饶 好 绿色 嗯 也表示忌妒和猜忌 代表缺乏经验 绿色继承了蓝色所具备的平静的属性 但它也吸收了一些红色的火力 在设计中绿色有一种平衡协调的效果 并且很稳定 对于财富安定 新生以及自然相关的设计 绿色很适合 绿色更具有火力和生机 这是绿色的一个属性 我们在做设计的时候 可以参照它的这些属性 然后去对你的作品进行颜色的一个整理和添加 大体上的一个配色 嗯 一些常见的这个 绿色呢 同学们有可能会想到这个草原 是不是 一些跟这个草原产品有关的 包装呢 还有一些宣传图色呢 都会采用这个绿色 当我们讲到后期的时候 就是这一个绿色是远远不够的 它会有其他的一些配色 包括在它这个 嗯 饱和度上的这个变化 产生一些其他的绿色 都是去搭配使用的 然后我们再说下蓝色 蓝色被称之为这个原色 在英语中 蓝色通常与忧伤有关 蓝色也广泛用于象征冷静 有关于责任 浅蓝色 有一种非常清新和友好的感觉 而深蓝色则表示 可靠和力度 蓝色也与和平有关 在许多文化中 蓝色的灵魂与宗教上的寓意 比如圣母玛利亚通常 会被描绘成身着蓝色的长袍 这就是西方文化 跟这个蓝色的一些渊源 在设计中 你所选用的蓝色 暗色则会极大的影响 影响力作品给人的感受 浅蓝色通常表示放松和平静 而亮蓝色通常表示活力与清新 一些摇高盒上的一些广告 口气清新的一些产品 通常会采用这个蓝色 我们去观察一下 包括一些饮料上的瓶子 比如最常见的像尖叫 不知道你们平常见不见到这种饮料 它的瓶子上的包装就是这种蓝色 深蓝色 运动型的一些饮料 看上去很安全很踏实这种感觉 然后最后我们说一下这个紫色 紫色呢在这里它也是属于合成色 一直以来紫色都与高贵有关 它是红色与蓝色的合成色 具有这两种颜色的一些属性 它也与创造力和想象力有关 在泰国紫色是寡服的藏辅色 深紫色则通常与财富和忠诚有关 而浅紫色更让人想到浪漫 在设计中 深紫色更是一种富贵奢华的感觉 浅紫色则让人想到春天和浪漫 确实让这紫色在很多的这种 欧式的装修风格里 尤其是这个软包 你会看到有很多贴上钻的 这种紫色的软包 然后给人一种很奢华的一种感觉 那么这个颜色呢 冷色系呢 基本就是这些内容 然后在这下面呢 也有一些这个色环 然后回头上这都有一些 都是AI格式 有喜欢的同学呢 我可以把这些转给你们 然后你们下语之后再看一下 这些数据 那么冷色系呢 就讲到这儿 下一课呢 我们介绍这个码测器 谢谢大家的收听 我们下角课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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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角课再见